結婚後 讀中學時我先去唱歌曲 之後有人帶我去白王會館 學深一點 學做大戲和節節戲 有一個師母 他推薦我去神學院教呼音樂曲 自從他將自己的心意放在呼音樂曲的創作 以及主持呼音樂曲班 二十幾三十年一直在這方面不斷地工作 幾十歲的人很笑容地唱 唱到他自己開心 亦傳到神的福音 原來《福音樂曲》的歌詞真是感動人 捉到他的心 我看到他在哭 流淚 當中有人信主 感恩 可能是神使用這個樂曲成為福音的平台 基督我生 道成欲生 道人已忘世我生 在香港油麻地 有一座經過修復的舊建築物 就是在1930年建成的油麻地戲院 他是香港現存唯一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建成的戲院 他有新古典主義的外貌 當時在附近油麻地果欄 和碼頭的虎力以及周邊的居民 都會來到這裡看電影 又或者是粵劇 非常熱鬧 隨著時代變遷一佔老舊的油麻地戲院 生意漸漸色味 直到1998年正式結業 幸好後來獲得政府活化為戲曲活動中心 在2012年7月中重開 令到這個歷史建築和傳統戲曲 以全新的面貌再次活躍在油麻地地區 熱愛樂曲藝術的葉禪 當時就時時來到油麻地戲院看粵劇 以致她的成長和生活 都跟粵劇結下不解之緣 我從小到大都住在上海街的 一條橫行的雲南里 我媽媽很喜歡看粵劇 周時很多朋友親戚都送些票給她看 她最喜歡看任劍輝 而在上海街有三間戲院 一間是光明戲院 一間是油麻地戲院 一間是金華戲院三間 輪流多數都是喝傘的戲 余麗珍、鳳凰女 很多很多 我當時九歲、十歲 當然馬上做完功課 就跟媽媽去看戲 做粵劇很好聽 我聽我的音樂 有漂亮的衣服 我聽音樂比較靈敏 可能是天分 放了學、放假 沒有東西玩 那時很慘 吃又沒得吃、玩又沒得玩 在一個騎樓 我拿了媽媽的白長衣 就掛在一條頸上 你以為做什麼?做水咒 握著她們發來發去 在一個騎樓 周時被媽媽罵 整潮他的衣服 所以我對粵劇很有興趣 後來讀到中學 就懂得聽那些詞 那些詞更加喜歡 任白的歌 因為唐力生的詩詞 寫得很漂亮 偷偷地去考先奉明 原本是去考試 應該要踢你入不入圍 媽媽打不准 不准去 在中學時期 葉禪沒有機會去學粵劇 但就開始回教會 亦對她的人生帶來很大影響 這個十字架下面 是一個浸詞、洗禮 當年我讀中學時 中學老師帶我們幾個同學 來這間教會 純粹是貪玩、玩千秋 回來聽聽經 當時主要學念金句 老師帶著我們 她當學老師 那老師很好 很和愛、很親切 而且真的教導我們 聖經、解給我們聽 回了一段時間 牧師仔一禮之後 我又去了學粵曲 時間並沒有沖淡葉禪 對粵劇的濃厚興趣 所以當她結婚之後 有機會她就再次攝足粵劇 甚至去做補習老師 賺錢學戲 後來結婚 做好家庭的家頭細母 那些生人讀中學時 我先去唱粵曲 唱粵曲之後 有人帶我去白王會館 跟著師傅平平地交學費 練功、水奏、演戲 後來上癮 於是跟了曾玉女 很有名的 學心一點 學做大戲、節節戲 玩一下 喜歡唱喝傘的東西 覺得她的腔很清晰 字又很清楚 沒有什麼嬌油造作 後來跟別人的白王煤館 那些小型的演出 人家做梅香 在我的壞路做太監 那帝女花第二場 走得很亂 殺到來了 那個皇帝要死了 要走了 那她說 喂 走出去死了 那我不疼的 怎麼死呢 那個狼狗打到 砰砰的聲音 要出的 你又拐我我拐他 出去找地方最棒才死 沒有人蠢 死也不漂亮 坐在一張籠椅裡 叫來死了 多舒服 那個大老官出來 一踢就差點扑死她 我的腳就伸了出去 這裏就扑在那裡 哇 進到後台 還扔嗎 一散場 我兒子立刻扔去 別處躲起來了 落莊了 所以我不做下難 我不懂 我免得害人 由於粵劇帶來葉蟬很多樂趣 她就越來越沉迷 當然她粵劇的造藝 也大有進步 但是就忽落了生命之中 另一個重要的部分 就迷了下去唱粵曲 然後就頑皮了 離棄了教會了 差不多一個星期 就唱足四五天 即是不想回教會 一天去唱粵曲 排戲 玩那些業餘 和阿太 後期玩玩一下就驗了 即是很複雜 進去裡面的行業都很複雜 停了不玩了 那神就叫我回來教會 那星期六我抽些時間 就做義工 教他們唱 《馮國恩仇未了情》那些歌 那些歌 後來又輕昂了福音樂曲 唱了她的福音樂曲 就覺得又簡單 那些婆婆又懂得唱 因為唱粵曲真是很深的 藝術非常之高 變成我自己又懶得 作兩三句 讓公公婆婆順口唱 有一個師母 她推薦我去神學院 教福音樂曲 在2002年 葉禪開始在神學院 教授福音樂曲班 參加的人相當踴躍 到了2005年 她就和一班學員 一起成立了 《宗主福音樂曲合唱團》 帶領接近100位學員 練習和演出 聖徒齊湖愛 共勉其身 我在這裡學了14年 因為我自己說話 就不聰明 有一個這樣的途徑 我可以藉著福音樂曲 全陽神的福音 所以就加入了這個合唱團 因為老師都比較嚴格 每一次她都會執得很正 要求我們唱每一個字 都要很清楚 將神的福音說出來 她主要是希望我們做到最好 她要求是很高 但有時她也很開心 幫我們改花嶺 她想起什麼 就幫我們改什麼 好像今天她就叫我做肥嘟嘟 有時就說 咦?你好像baby 因為你笑得甜 當然有些同學 有時上課的時候 唱歌的時候 你今天做什麼像文千歲 今天你就像白雪仙 我們要唱歌的時候要像這樣 那你今天就做到了 因為主要就是說 跟我們好像一家人 就是我們大家都會比此 都會說一些真心的話 我回到這裏 仲主要在大家庭 學唱福音樂曲的時候 很開心 師父又有心機教我們 又專心教我們 我們一班同學 又有心機學 我變成了一個大家庭 我回來唱福音樂曲之後 我身體一路一路都好 可能學了福音樂曲之後 練了一個聲音 跟師父教我怎麼練氣 怎麼運氣 所以我現在就很好 連家人都覺得我精神好很多 還有人開朗了 還有肯說很多話 以前我不說話 在家裡 所以我兩個女兒都經常說 很開心見我參加樂曲 所以福音樂曲有些什麼 然後我就說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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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很喜歡福音樂曲 但是我又不識字 後期我就去讀 由小學一年級 開始讀 一邊讀一邊記 真的很辛苦 唱福音樂曲的時候 沒有那麼艱難 因為你不識字的時候 你會 這個不識那個不識 變成就卡在那裡 其實最大的功勞 都是這位神 如果沒有神的 我會放棄 但是有這位神 他很好啊 一直這樣 給我有信心 繼續這樣讀下來 甚至都一流小學讀到中三 真的很感謝他 此大神 作 也 真 真是神 作我 雖然樂曲 是有長久歷史的文化藝術 但是福音樂曲 就是近幾十年演練出來的 葉善就嘗試用一些 大家耳熟能長的曲目 自己填寫成為福音樂曲 那帝女花音樂 真是繁殖人口 誰人都會唱 的士司機先生 都會聽音樂 鬼佬都會聽帝女花的 你唱的時候 一定有些人喜歡 哇 這就是什麼 是誰的 他們就有共鳴 才欣賞他們的歌詞 會唱 吸引他們唱 他一唱歌詞 他就正確信耶穌 我只想著是這樣的 哇 這首歌唱了我年多兩年 我拿了這首歌出來 那些人唱了之後 哇 你由耶穌出生唱到耶穌死嗎 哇 是嗎 後來我看那些歌詞 我心想 好像不是我寫的 神會一句在我 忽然間打句給我 我就抄下去 忽然間打句下去 我就抄下去 抄下去之後 形成了別人提醒我 你這首歌由耶穌出生唱到耶穌法 十字架 那些人說是不是我作 當然不是我作 很多人懷疑 這個人這麼粗魯 怎麼會作到這麼漂亮的詞 我說 我不知道 就是這樣 我人是很爽的 但是說話很粗 即是說話就說話 說話就說話 最重要是開心 就是這樣 我教會想開一個福音樂曲 當時我不認識 於是就到處去問 認識了葉禪老師 原來葉禪老師是一個很貪玩的人 很喜歡玩 很喜歡開玩笑 很喜歡 少少口不遮難 說完大家都很開心 另外葉禪老師也是一個很嚴謹 和很毀身的福音樂曲的老師 自從他把自己的心意放在福音樂曲的創作 以及主持福音樂曲班 二十幾三十年 一直都是在這方面 不斷的工作 很多的創作 訓練學生 我也知道 有很多班 很多的學生 大家有機會看到這些學生唱歌 就知道 他過去的努力 是真的完全沒有白費的 所謂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這班學員大多數 已經學習了福音樂曲超過十年 在台上表演的機會也相當多 神派我們去哪裏就去哪裏 他們寄信來 寄信來 我們收到他說 什麼時候想邀請我們去 我們一定答覆 無論是小的會堂 或者是老人院 我們都去的 他說我們那個地方很少 你來少少人 我就十個八角去唱 他說那些地方大一點 松容一點 音響又好一點 我就多些人去唱 就是這樣 神也很祝福我們的團隊 我們團隊有時候在香港 在香港都會在這裏 教會邀請我們去 前幾年我們都去內地 又去到馬來西亞那邊 澳洲 紐西蘭那邊都去的 不是我們厲害 是神用我們這班人 我們這個團隊裏面 很多人都比較年長一些 我看到那些年長的人 80歲 仍然可以去侍奉神 用我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是神的祝福 是神的恩典來的 所以我覺得回到這裏 這個團隊 有一份愛在這裏 神的愛在說 凝聚在我們一起 去那些老人院的地方 初時去的時候 去到時間自己都很不習慣 那我為什麼這樣 那些人 每個人都是老人家 每個人都坐在那裏 沒有精神 又倒下頭 不理你 但是當我們一唱開 那個音響的時間 一響的時間 那些小頭就永遠都過了 所以我們很感動 那我們一唱的時間 他們就很開心 跟著我們 去得幾次 他們跟著我們唱 那你走過 他們就拔你的手 很好啊 很好啊 然後很開心 那時候我自己都 唱歌本身都有十幾樣的 對身體健康 延年益壽 減肥抗壓 即各種的好處 都不需要再講 那我想 因為福音樂曲 都是歌唱的一種 而樂曲本身 都是我們香港特別 很多的人 老一輩的人 甚至有些年輕的人 都喜歡 去聽的一些樂曲種 而透過這些大家熟悉的曲種 是一種抱上一個福音的新詞 亦都經過合唱團句 重唱 帶給我們一種很新鮮的感覺 而歌曲很直接 本身就是一個福音式 因為那個旋律很熟悉 歌詞 聽聽聽有些特別的地方 你都很容易跟著來唱 你唱多兩唱 那首歌就自然 就入了我們聽的或唱的心 所以我覺得福音樂曲 是對特別喜愛樂曲的人士 是一個很合適 很好的福音工具 葉善對樂劇藝術 已經有相當的認識 但他認為演繹福音樂曲 不需要完全用樂劇的演唱方式 起初學生都不是很明白其中的原因 後來才發現 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唱的時候 用感恩的歌聲來唱 感謝神 就不要上到去 是榮耀了自己 通常很多人上 我現在模仿誰 你可以模仿哪個老官 但是你的宗旨 不要為老官去唱 是為神去唱 所以很多歌詞 團長都說 誰唱莫恨哭 有些和我唱和平 仲主又哭 為甚麼 因為這個歌詞寫在我的身世 寫在我的感受 他自然會流眼淚 還有要齊心 考他們的齊心 是不是真的敬拜神 很專注看著指揮 來唱好每一個字 說出來神的話語 那種重要感 他執取了 他有時要我們咬字 比較要清晰 要求就是這樣 要自證、聲稱、音準 這三個是我們的元素 有時問我為何要這樣 他就說 我們服侍的對象是甚麼 是一些長者 長者有時聽不清楚 所以我們唱歌 就要逐個字逐個字放出去 他這樣說 我們都覺得認同 所以我們可能比其他唱歌的技巧 或者方式不同 其實對於合唱團的成員來說 每次演出能否表現到自己的唱功 並不是他們最重視的 令他們最開心 是有機會參與侍奉 如果看到聚會裡 有人認識福音 甚至缺自相信耶穌 他們就更加興奮 我合唱團看到老人家很開心 教會通常都是年輕人 站上台有幾多個老人家 是嗎 鎮鎮共來講話 你都替他牙煙 而他能夠唱到音樂 已經很聰明了 很聰明了 而且他唱得很開心 我的團友幾十歲那些 很好笑容來唱 你不要理他唱得怎樣 但如果他唱得又準確又聰明 你真的很感恩 主要就是唱到他自己開心 亦都傳到神的福音 有一間教會 我們都三十幾四十人去獻唱 當最後那一節 我們就唱和平重主 那間教會的主任牧師 呼召 一路呼召 很多人受感動 一路走出來 走出來 說相信主 我很感動他們 那種渴求 和誠心 誠意的樣子 我的心 一邊是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我們同學都是這樣的感受 即是說 這次好了 這麼多人都 承認耶穌 多開心 主因佛聖明 和我 會都神全揚 有一次去一個報道會 我們可能唱了一首和平重主 有些會眾聽到裡面的歌詞 他真的流出眼淚 原來放著樂曲裡面的歌詞 感動個人 觸到他的心 我看到他在哭 在流淚 我們報道會之後 有時都跟他聊天 問回他 他說 是的 那首歌的歌詞很觸動我 即是 要發覺到 原來樂曲 是可以讓很多的老人家 來到教會 因為大部分的樂曲 都是老人家喜歡 譬如我媽媽 爸爸那些會喜歡樂曲 但如果你是 叫一些 家裡的老人家 來教會 他們想到 聽到 想到唱現在的聖詩 好像格格不入 但如果有樂曲 他們都會願意來聽 雖然不知道裡面的內容 但已經是一種平台 吸引了他們過來 接著 其實聽到樂曲裡面 聽到那麼多的歌詞 他們聽到 原來這些是聖經裡面的說話 平時我們用聖經 讀給他們聽 或者是用詩歌 他們未必是留心 這個是一個好的媒介 特別我看到 我們最近一兩年 都有樂曲的報道會 真的有很多老友寄來 他們真的未來過教會 他們第一次來教會 聽到 當中有人信主 感恩 可能這也是 神使用這個樂曲 成為一個福音的平台 樂曲跟基督教信仰 似乎毫無關係 但福音樂曲 就將基督的福音信息 加入樂曲之中 可以祝福很多人 有更深層次的意義 就好像我們平凡的生命 也可以恩著相信耶穌基督 而變得更加豐盛和喜樂 聖經教導 聖經教導 全無業障 上 上眾 唱 九 諸情 聖母 聖經》 《通》 聖經iał 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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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寒有風 任教道西人 不應探戀世祖 和香港傳邦 灰海信之有平安 有信心就有貪望 神心安慨 夢永恆 在教會來 阿士歌唱 主恩愛 贈喜樂 福音報道 接受救主國 救主恩 搶活 愛之徒 基督震荡 土照萬世 永生明眼淚 灰海信之有平安 有信心就有貪望 神心安慨 夢永恆 在教會來 阿士歌唱 主恩愛 贈喜樂 福音報道 接受救主國 救主恩 搶活 愛之徒 基督震荡 土照萬世 並生明眼淚 福音可以透過電視電台 網絡平台 送到世界各地進入千家萬戶 有那種馬上被愛的感覺 福音可以藉著傾聽關懷 聚會分享 滋潤肝瀑瀑的心靈 我現在覺得自己有個盼望 福音可以恩著你對恩禹的討告 支持和奉獻 傳揚得更廣更遠 福音還慈用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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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